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又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原因是我在旅行中前段时间去了一趟日本 因为出版一本新书 这本新书的书名叫 《美中冲突战争还是交易》 这本书由日本的文艺春秋出版 《文艺春秋》的杂志是日本最大的杂志出版社 《文艺春秋》出版社是日本最大的出版社 那么这本书在日本人很受重视 这个书有一个副标题叫《现代版三国字》 因为日本人对《智科三国演义》非常感兴趣 所以用了这个副标题 但说了三国这里指的是中国、美国、俄国之间的演义 围绕朝鲜问题等等国际政治 但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 谈三国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解读 比如说我这本书在日文版和美中冲突战争还是交易 这个书的中文版是在更早一个月 6月20号出版 日文版是7月20号 那中文版的书名叫 《川普对决习近平台湾的机会》 从那个书的角度来讲 这个就是讲美中台三国或者三地的演义 也可以说到美中三国之间的演义 那么这个中文书它的分量要大一倍 因为不同的版本的需求 所以这个我们海外中国人读者如果要看的话 日文版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中文版可以台湾前卫出版的时候出个中文版 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 尽请大家批评之城 那么在日本期间 一个是为了出新书 再一个是酝酿另外一本将来的新书 同时接受媒体的访谈 在媒体和记者的访谈中 我发现他们对刘晓波的死 刘晓波的禅死最为关注 那么现在可以说 不仅海外中国人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了 包括日本的关心中国命运和人权的日本朋友都知道了 刘晓波是被共产党蒙害致死的 蒙杀致死的 可以说人神共分 共产党做了这么一个伤天害致死人神共分 不仅让海外华人愤怒 就连关心中国人权和前途的日本这些朋友 他们提到这件事情 不仅是悲伤难掩 而是悲愤难移 而且悲愤难移 他们对中国的前途 这些日本朋友 真心关切中国人权和前途的日本朋友 可以说对中国的前途 充满了一种悲观的情绪 情绪是非常的低落 在访谈期间 日本的媒体和记者也向我问到 就是中国的凌亡富豪郭文贵爆料的事情 那么我告诉他们 郭文贵每日爆料影响力很大 可以说不可小看 我用了一首唐诗来解读当今中国的现象 那么这首唐诗是唐朝诗人张杰写的一首诗 四句 语句 诗名叫焚书坑 这四句话是这么说的 竹伯烟宵地叶须 观河空守主隆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流向原来不读书 这里意思是第一句说 竹伯烟宵地叶须 竹伯是指书籍 清始皇焚书坑书 他烧尽天下书籍 这个古代的书在竹子上 竹简 说这个竹伯就是代表书 他以为他烧恼天下书 就读了悠悠之口 这个就以为他的江山稳固了 但是不想地叶须 就是秦王朝的根基反而动摇了 所以就说了 竹伯烟宵地叶须 第二句话说 观河空守主隆居 意思是像韩国关这样的天险 像黄河这样的天险 都守不住秦朝的所谓的主居会的隆居 第三句话 坑灰未冷 山东乱 就是说焚书坑书的灰烬还没有冷却 山东一带 这个已经举起了造反大气 天下大乱 人民起立 最后一句话说 刘相原来不读书 就带领人民起立 造反的刘邦相允 并不是读书人 这四句诗的意思就是说 秦王朝 这个焚烧的书记 杀害了读书人 当时的儒生四百六十个被他杀了 他以为江山有故 以为天下太平 高正无忧 其实动摇了秦王朝的根基 因为知识分子独树是社会的一个缓冲地的缓冲群体 那么杀灭了这个阶层 那就相当于直接的冠冲对立 激化的是冠冲对立 社会矛盾 而且随时可以造成天下大乱 以暴以暴 所以这个秦始皇这么一做 他把这个读书人杀了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起来推翻他的 就是不是不需要读书 就是那些不读书的 不需要跟他讲道理的人 就是他杀了讲道理的读书人 那么起来造反的就是那些不读书人 不需要跟他讲道理的人 一报一报 就可以了 用暴力来回答暴力 秦王朝只听那种暴力的语言 那其人也就用这种语言来回敬他 我们知道开始揭竿而起的是城市无广 后来接力打击秦王朝 并把秦王朝攻灭的是刘邦和项明 那么有一个情节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 秦王朝非常暴力 秦国在以前攻灭六国的过程中 非常的残暴战争中 动不动就把这个 打败的降军或者是孚弱的敌军 整个的活埋 比如说秦军曾经就把 赵国的 被孚弗的40万赵国军队 军人全部坑杀活满 那到了后来 当向羽 楚八王向羽 奋起这个 长级跟这个 跟秦军作战 一赏甚多 大败秦军主力之后 向羽就把秦军主力 张寒所率领的秦军主力20万 坑杀全部活满 那完全是 以报以报 以独攻独 这个 以这种秦王朝听的人的语言 去回敬秦王朝 后来坑杀了 秦王朝的20万 这个军人之后 秦王朝胆 这个可以说是心胆去睡 这个整个王朝动用 土奔瓦解 所以这个秦王朝 可以说是旧有自取 万劫不复 秦王朝大家都知道 费了多大的力气 九牛而虎之地 用了几十年不止 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才攻灭周边的国家 后来攻灭六国 天下一统 成就八业 但是他天下一统之后 应该说是他的鼎盛 但是只维持了十五年 就土白瓦解 垮胎 崩溃 被人民所攻灭 今天的共产党 迫害知识分子 杀害知识分子 他杀害刘晓波这样的人 其实反过来 到成全郭文贵 他杀害了多数人 我倒不是说 郭文贵不讲道理 但是郭文贵 不会用刘晓波 和其他知识分子 那种道理 去跟共产党讲 所以他的杀伤力 对共产党来说 也是相当的巨大 共产党可以说 现在被杀的 对郭文贵这边 这种姿态 这个爆料的姿态 杀的是 这个爆料革命 杀的是有可难言 有可难辨 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哑巴尺黄脸 而且是这个 杀伤力不可低估 不可小看 那么这是 也是对中共来说 也是就有自取 如果他因此而万劫不复的话 那是这个 中共这个权力傲慢 这个残忍的 这个迫害知识分子 迫害709律师 迫害这个刘晓波 迫害无数的知识分子 这么一个 就有自取的一个结果 那么在日本的时候 这个媒体和记者 还问到我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关于孙政才的突然落马 孙政才 前 就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 中共原定的第六代 接班人突然落马 我的解读就是 中共政治再度文革化 因为文革就是 为了接班人之争 那可以说是血雨轻风 毛泽东当时 先后指定刘少奇 什么林彪 后来也培养王厚文 当他的接班人 但是每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刘少奇被毛泽东迫害知识 死得非常惨 这个林彪被毛泽东逼走 最后 这个残世在 坠落在这个蒙古草原 这个折济成杀 死骨无全 后来的王厚文 他是毛泽东是讲义 实际上毛泽东后来又指定 把华国锋为过渡时期接班人 毛泽东真正的意图 实际上让毛江人接班 先由他的夫人江青接班 然后他的侄子毛远新 成为阁代接班人 毛泽东以为部署已定 而且在他部署之后 让周恩来 朱德超级元老死在他前面 用拖延治疗的方式 让周恩来先死 让人民大法团的空调为武器 让朱德先死 他以为超级元老一走 他的接班人计划就 安排妥当 没问题 但是毛泽东仍然说了 一句忧心忡忡的话 他说 看来就要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了 后来他虽然说这句话 他是说说而已 他以为 但事实上一念了 那就是他以为的老四人 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 在毛死后 发动宫廷政变 用武力手段 逮捕江青 毛远新 毛家人 把四人帮习俗逮捕 投入大牢 投入死牢 接班人之争 在毛泽东之后 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展开了 到了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 都知道有个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他的接班人 但是邓小平霸出了胡耀邦 让他郁郁而终 赵紫阳不仅被邓小平所罢名 而且是软禁 终身软禁之死 重演了当年百年前 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悲剧 也重演了慈禧太后扼杀顾虚变法的这种国家惨剧 邓小平扼杀了八九年的这个酝酿的政治变革和政治改革 百年前的中国 百年后的中国 历史重演 在泥潭中恶性循环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这两代所谓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 一直在民争暗斗 从来没有停息过 到了十八大 太子党人物薄熙来跟习近平 这个激烈暗斗 都是为了瞄准中南海的大卫 所谓红色江山的接班人 那么现在到了十九大 到了十九大之前 中共围绕接班人之争又出现了白日化的状态 我以前就说过 围绕接班人之争是中共内部最激烈的权力斗争 孙政才被打落下马 胡春华是面色仓皇 表明了习近平不想再要接班人这么一个意图 可以说在十九大 在未来几个月还有几个月 十九大召开前 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继续白日化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都不会令人感到惊奇 中共政治的文革化 文革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个重演 我以前就有个论断 就有个阐述 就有个结论 我说像中共这样的一党专政 解决不了最高权力交接问题 它无法解决接班人的和平交接问题 中共最高权力的交接 不管是制度还是规则还是潜规则 从来就是无序的 失序的 无效的和失效的 解决不了 所以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今天的习近平时代 围绕接班人 围绕最高权力 从来就是上演了最激烈的权力斗争 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 鱼肉炸你死我活 这个局面到现在没有结束 反过来看 只有民主政治 只有公开公正公平的选举 一人一票 公开投票选举 这样的民主政治 才能够实现最高权力交接的合法性 合法化 这个不仅是欧美的这些民主国家 西方民主国家证明了 而且现在大多数世界上的国家都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民主制度 三权分立 公开投票 选举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 军队国家化 这样的民主政治 才能够实现最高权力交接的合法性 才能够保持一个国家的平稳和长治纪安 就跟美国这两百多年所演绎的一样 欧洲的一些国家几百年来所演绎的一样 这就是民主政治公开投票 公开选举 实现最高权力交接的合法性 这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 换句话说 也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要所在 好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下次再见